《黑山阻击站》 敌国双方兵员是无比息,国民党均有号称五大主力的新一军、新六军以及青年军二零七十等精锐之师。 国军祖籍部队确实号称二流部队的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,武器装备更是不能与敌人相别。 但是,从1948年10月23日至25日,击战三昼夜,敌人寸步未尽。 1948年秋,东北野战军发起辽审战役。 10月15日,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,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,逃向关内的退路。 蒋介石为了挽救东北国民党军,命令廖耀乡率六个军又一个整边师组成西晋兵团,望出重战锦州,打开通路。 黑山,就是廖耀乡兵团通往锦州的必经之地。 东北野战军军军决定采取阻击先头,托住后尾,夹击旗。 中战术手段,全掩盖敌。 梁兴初为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接到命令后,全体直战员已是与阵地共存亡钢铁意志,在与敌人三昼夜机战中,抵挡住敌人疯狂进攻。 白刃肉搏,前赴后继,高地被炮火消去两米,这是一场意志和血肉的较量。 最后,石纵守住了阵地,以牺牲747名官兵的代价,换取了史料耀乡兵团未能前进一步的重大胜利。 黑山阻击战的胜利,为夺取辽审战役的最后胜利,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在整个战役中,梁兴出率领石纵,共兼敌一万四千三百人,伏敌新六军军长李涛,敌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,缴获大批武器装备。 黑山阻击战,让东北野战军一战成名,二流部队打出了一流水准,也创造了威武雄壮震撼全国的防御战力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